大家好,今天要介紹的是Sonic Wars 異形孔精靈篇 那異形孔精靈呢,其實它有很多形式的 那今天最主要介紹的就是我們用螺絲弓所弓出來的螺紋孔 主要以這種方式來介紹給各位 那這裡為什麼會介紹異形孔精靈呢? 主要是因為應該是很多人會有這樣的疑問 那我們如果在公牙,假設是公字或音字的 我們在弓螺紋孔的時候,我們要鑽孔的時候 我們在弓箭上需要預留多大的孔位呢? 假設是M5的孔,我們需要鑽多少大的孔鏡呢? 主要就是這一些問題 那我們也不用特別去記它或是去運算說它的規則是什麼 其實透過Sonic Wars呢,我們運用異形孔精靈呢 它就會幫我們把這個孔給算出來 是相當方便的 那這裡要怎麼做呢?我們繼續看下去了 首先呢,來介紹一下零件的示範 那這裡一開始我們如果沒有使用過異形孔精靈的話 我們要怎麼進入呢? 好,我們從上方列的特徵這裡呢 就會找到一個異形孔精靈 或是我們從最上層的插入 然後找到特徵 特徵裡面呢,我們也會看到異形孔精靈 好,用這兩種方式呢,我們都可以看到異形孔精靈這個指令 好,那我們就直接點這個異形孔精靈 點進去之後呢,我們會看到 左側這裡呢,會要我們選擇一些類型 好,那今天所介紹的是螺絲弓孔的 好,所以是這個類型 那這裡呢,它可以去選擇供音字 那我這裡呢,會以供字的示範為主 那這裡呢,假設我是M的孔 好,那這邊類型你也可以去選擇它 那一般呢,就是底部羅文孔 好,或是其他的形式你可以去選擇它 這邊就讓大家去嘗試一下 好,那這個地方呢,它有幾個 你可以給它一個深度 或是給它置下一個面 那我先示範一個給它置下一個面 好,那這裡的話,我們選完之後呢 好,這個選項呢,你可以去顯示裝飾螺絲弓線 好,那做完之後,我們就要選擇第二個分頁的位置 位置選完之後,我們去選擇平面 好,假設我要在這個平面做異形孔 我點下去之後呢,它就會顯示出這樣的位置出來 好,那我們可以正視於它 那這裡的話,你就是畫點 畫點的話,等於是它這個異形孔經理孔的位置 好,那預設它已經是一個點可以讓你去選擇 好,假設你是沒有辦法去選擇的話 你就是要用草圖的點 好,把它選舉出來 用點的方式呢,讓它畫出來 假設這樣子呢,我已經把它做完了 當然你可以去標註尺寸 那這邊我示範的話,就沒有給它尺寸 好,這邊讓大家去嘗試一下 做完之後呢,我們直接按打勾 好,它就會把這個異形孔精靈給做出來 好,那預設的時候,你可能會發現說 它這裡會有一個裝飾螺絲線 那可是內側呢,是沒有去顯示螺絲的形式的 只有這個螺絲線出來而已 我們可以在這個地方呢,按下右鍵 然後這裡有一個細目,我們把它打開來 這裡有一個屠宰裝飾螺絲線呢 我們把它打勾按確定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看到這裡呢 它就會做出類似螺絲的一個形式出來 好,那透過這個異形孔精靈呢 我們不用畫出一個真實螺絲 好,用這種方式呢 讓它有一個類似螺絲的一個形式表現出來 那這個孔呢,就是我們預留出來說 我們在鑽孔的時候需要鑽多大 我們看一下這個是M520.8的 那我們點一下這個邊線,會發現說 它已經把這個直徑呢,給顯示出來 這裡呢,是4.2 好,所以等於說我們的這個弓箭呢 我們在加工的時候 直徑呢,要鑽4.2的孔 然後再用M5的螺絲弓把它弓過去 好,這樣就沒有問題了 好,那這邊讓大家去嘗試一下囉 接下來呢,來介紹車件的示範 好,那這裡做法呢 跟零件的示範是一樣的 那我的做法就會比較快一點 那對於這個內部細節的步驟 還不是那麼詳細的呢 可以往前面的零件的示範來觀看 好,那我就來示範車床的那個工牙的加工 好,那這裡我們直接進入 異形孔精靈的指令 進來之後呢,我這裡來示範兩種 一個是完全貫穿跟給近深度 那我先示範完全貫穿 假設我是M10×1.5的 我把它選擇完全貫穿 位置呢,我讓它選擇是中心的位置 選完之後我直接按打勾 我們就會看到說 它已經把這個地方呢 做貫穿的動作了 是全部都貫穿過去的 好,那這裡呢 我把屠宰裝飾螺紋線給它顯示出來 好,那我把它剖面給大家看一下 好,這邊就是完全做貫穿的 所以它屠宰裝飾螺紋的 是全部都有螺紋的 好,用這種形式 再來呢,我來示範一個給近深度 我給大家看一下 那進入編輯特徵之後呢 我這裡給它選擇一個給近深度 那給近深度之後呢 我們會看到這裡會有兩個尺寸 一個是我們鑽孔的深度 一個呢,是我們公牙的深度 那這邊我們就可以去設定它 那我這裡呢,就假設 我鑽孔的深度假設是20 然後呢,我公牙的深度 假設是15 那我直接按打勾 那看它會發生什麼事情 那我們從這裡呢,可能看的不是很明顯 我們把它剖開來 可能會比較清楚一點 好,這樣子我們就可以看到說 這裡呢,它就做出一個鑽孔深度 是20的 那這個屠宰裝飾螺紋線呢 它的距離就是15 好,那到這裡 那這個地方呢,我們所設定的未來在工程圖 它也會顯示出來 好,那後面的章節會講解到 後面再來做說明 好,那這裡的指令呢 讓大家去嘗試一下囉 接下來呢,來示範板金的公牙 好,那這邊一樣是使用 異形孔精靈 那這邊預設我已經把它做完了 因為這邊做法都是一樣 就沒有去做詳細的解說 好,那就是讓大家去了解一下 那如果還不是很了解呢 你可以到零件的示範呢 從那邊去觀看 會有一些比較詳細的說明 好,那這裡呢 我們看到 我們也可以讓它有很多孔位的 那這邊呢 所使用的是完全貫穿 所以我們在做這個面的時候呢 好,另一邊呢 也可以去做完全貫穿的一個動作 好,那這個板金的環境裡面呢 我們也可以去做異形孔精靈的 好,那這裡板金在用工牙的地方呢 是相當多的 好,那這裡 我們如果使用的異形孔精靈呢 好,所以相當方便的 因為這裡呢 它會預設把這個孔位呢 給流出來 所以我們如果 運用這個檔案呢 做板金的展開 好,給雷射切割的話 好,那這邊會很方便的 因為孔的話 它已經預設幫我們做出來 好,那所以 雷射切割是直接去割出來呢 我們就可以去做公牙的動作 好,那這裡呢 我們就不用再去運算說 好,多大的螺文孔呢 需要預留多大的孔位 軟體都會自動幫我們做好 是很方便的 好,那這邊讓大家去了解跟嘗試 接下來呢 要做工程圖的示範 好,那這裡呢 都是剛剛所做過的一個零件 他們都做完了異形孔精靈 那這裡我們來進來的 工程圖的這個地方的時候呢 就會很方便的 那我以這個車鍵來做示範 剛剛這裡呢 我們所做的一個距離呢 從這裡呢 它也會顯示出來 我讓大家看一下 這裡呢我們就可以去標注尺寸 好,像這裡呢 它就有一個距離是15 我們剛剛所設定的 像這裡呢 我們剛剛給它的是M10×1.5 那這裡呢 都是有做連結的 所以我們在標注工程圖的時候呢 它就會直接連結過來 所以我們會建議說 我們這樣的一個零件的時候呢 盡量不要讓手動去標注這個尺寸 除非它可能是有一些特殊的形式 我們才這麼做 那基本上呢 最好都是用一型孔精靈 用軟體自動幫我們連結過來 這樣會更方便的 好,那像這裡 像是板經的地方呢 它也會連結的螺紋線 那我們去把它 標注的時候 就會顯示我們在 一型孔精靈所設定的 它的供應式的一些 螺紋的尺寸 是相當方便的 那這邊呢 讓大家去嘗試一下 好,那這裡它所預留的孔位呢 就是我們鑽孔的時候所需要預留的 像這裡是M4 所以它預留的是3.3 這邊大概標注給大家看一下就好了 像這樣的一個形式 那基本上呢 我們在畫這樣的工程圖的時候 是不太需要去標注這個孔精的大小 好,除非你可能有加工的需求呢 才會去把它標注出來 好,那這邊呢 讓大家去理解一下 好,那關於工程圖呢 運用一型孔精靈的話 就會變得非常的方便 最後呢,來總結一下關於一型孔精靈 好,那這一部分呢 好,是最多人的疑問 當我們有一些供應制的螺紋孔 需要公牙的時候呢 到底我們的工件呢 需要預留多大的孔位才是正確的 好,那當然這個地方呢 它還是多少會有一點公差 但是以這個基準來做的話 好,基本上螺紋孔都不會有問題的 好,那這裡呢 就是運用了沙利沃神裡面所預設的 一型孔精靈 好,運用這個一型孔精靈呢 它能幫我們做出 好,預設的螺紋孔 那螺紋孔呢 它會相對的預留一個公牙的 好,所需要一個直徑的大小的孔 好,那我們就可以依照這個孔精呢 去來做參考,做鑽孔 然後最後來做公牙的動作 好,那其實這裡是相當方便的 那如果我們沒有用這個方式的話 往往需要去了解說 好,多大的螺紋孔呢 需要預留多大的孔位 對,那這邊呢 你可能需要去查表格或是經驗 或是說 是把它記起來的 但是這麼多螺紋孔 種類那麼多 供應字 或是大小的 那有一天總是會忘記的 那我們如果運用軟體來輔助的話 我們就可以去安心設計 不用再記這些規則 好,那今天的分享呢 就到這邊為止了 我們就期待下一次的教學吧 掰掰